纯起来 所以种子放在下面那个盆 它就会因在积水的状况 就会烂掉根 所以种子应该放在上面这一层 你看为什么在盒子下面 盒子下面要阴湿 阴暗潮湿 就是比较有湿气的 所以容易花育 那个是黄公菜 这边长芽出来 从这边长芽出来 那个横栽 横栽的培养应该是这样的 上面 这个芽要足够强壮 不然上面它锯掉 可能芽也长不出来 然后就很快就枯死掉了 它要足够的 牙要足够的 足够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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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怎么样这个大 这个大 上面也是要锯 再锯掉 它这个是孤形 孤形 你看 孤形 孤形 天气太热 孤形 孤形 是孤界可虫 白白的 白白的 孤形 天气太热 容易有虫害 孤形 孤形是孤界可虫 然后你看它 从尾巴 从尾巴那边 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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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